十年前在北京 当时就上班吧 当老师 十年前的今天刚好满二十 我当时应该是在读大学 在成都 十年前 我在初中 十年前就在饭馆 就服务员 当时算是当老师还比较稳定吧 然后后来有了孩子以后 决定离职 然后自己去创业 反正就是影响比较大 但是到现在还在坚持 做关于就应幼儿教育这一块的 高中跟着我们的音乐老师 开始学习的音乐专业 然后一直到了大学 报考音乐教育 十年前就是 外卖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呀 手机支付也没有很方便 现在的话 就是带一手机就能出门了 我感觉这是大家感觉到最大的变化吧 变化吧 生活非常便利了 我觉得变化最快的 其实就是通讯这方面 我记得小时候是我发烧了 我就一直 我妈在上班 我联系不上她 我只能在就门口的那个大厅里一直等 然后等烧都快退了 我妈才来 但是现在就是比较方便 什么事儿 只要一个电话过去就可以了